为鼓励农场引进高科技设备 减少对人力的依赖 政府宣布把新的农业土地租赁期延长到20年 临座港现有的62个农场的租约 也将延长到2019年底 记者无良想报道 从爪爪区 到设有莲子的产弹区 这个从意大利引进的笼子 为机支提供了更舒适的生肠环境 农场相信这会提高机支的免疫力 进而生产更多品质优良的鸡蛋 荷兰制造的包装分类机 则让员工每天省下三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研究这个科技是否适合我们 花费的时间花费的金额都很大 不过幸亏政府在这段时候很支持企业转型 我们会引进更多福利笼 增加我们的产量 从目前的一天50万粒蛋 增加到以后的70万粒蛋一天 国家发展部接茂公布 政府部长徐宝坤 校务联同也是蔡挫港集选区 议员的卫生部长也金勇 到林挫港鸡蛋厂参观后宣布 新的农业土地租赁期将延长至20年 从10年现在改为20年 让他们的地气稍微永久一点 能够以长远的角度来投下他们的投资 特别是希望鼓励他们采用高端的科技 来加强他们的生产力 减少人力的开销 同时增加他们的食物的生产 为我国的食物的保障再尽一份力量 另外徐宝坤也宣布 原定明年6月 得让入给军事训练区的 林挫港62家农场 将可延迟到2019年底才半迁 徐宝坤表示 第一批公受影响农场 竞标的农业土地 最快在明年初公布 目前细节包括地点和面积 还未敲定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